哈喽大家好,就说一下保持干净 我室友呢,他是非常爱干净的人 家里呢,两只狗,还有一只小猫 可是家里就是非常干净的 然后呢,我们家里干净到 如果我是打扫的人的话 其实我来了,我不知道我要打扫什么 因为到处都很干净 根本就没有必要雇一个清洁工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的室友每个礼拜或者是说 一两个礼拜吧 他还是会雇一个清洁工来打扫 然后呢,把家里都打扫的干净 然后他还会点上熏香的蜡烛 就是他做这些事情呢 他也不要求我多配合他 反正他就是爱干净 他就是,他喜欢这个是要干净到什么程度 他就会努力去把它做到什么程度 他不去管别人 嗯 他这样干净的时候吧 有的时候我去到厨房 然后在那么干净的厨房 我就感觉自己是好那个小仙女 就觉得就是,如果你爱干净 其实就是拿干净去供养别人 这个是很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 这可以让别人很身心健康的成长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 在这一点上,我非常的感谢我的室友 加油 我会让你感谢我的室友 加油 感谢观看